合拍一张红心7 将我们拿到了坚果花 是厂上的绝对坚果 欢迎来到大鹏的招 今天我们带来哈斯拉娱乐场 周末高额桌 厂上的忙碌级别是小忙100刀 双大忙200刀 忙碌加起来一共是500刀 本期视频是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期 我会在视频的结尾 筛出整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其中包含了中国美女牌手 小天天布兰迪 和日本美女牌手薩西米 枪口味选手拿到了Quins 开始加注了500刀 这个加注尺度是整个系列 我见到最小的加注尺度 他是目前场上水上最多的牌手啊 一方面心态也不着急 另一方面就是勾引别人做一个300刀 好 四败到八千刀 我们来看小忙碌的55 很快地选择了靠 进来撞一下三条 踩实来到了16400刀 翻牌6 勾 勾 彩红面 两位选手没有任何击中 超队主动下注4000刀 打得非常非常轻 那让55选择了跟注啊 转牌一张 这个不是圈圈想看到的 所以说秒过了 有合牌一张5 同时牌面出了后门花 Jack拿到了葫芦 实现了反超 这手牌不太能拿得到价值了 但是从他的角度来看 还是可以冲一个 代沟组合 同花组合要价值的 对手AX的组合并不多 翻前打得很激进 那有了AX的组合 但是一般来讲 不会说在翻后去打 转牌出A不打 对吧 对手一旦是大的守队 比如说圈圈啊 KK啊这样的组合 那顶着帽子 顶着花 顶着弓队啊 很难给支付了 所以说这个葫芦去下注啊 只能冲对手的AX啊 小概率的勾差啊 铜花啊 需要价值 主动下注3万半 然后同时啊 还要担心对手的A勾和 A勾勾的慢打 但是Jack从打出来的路径来判断啊 对手应该是没有大葫芦的 否则的话 合牌也不会过得这么快 马若奥这手牌打得有些锁水了 就是 他是目前场上水上最多的牌手 翻前打得很激进 翻后啊 打一枪以后啊 转牌出A 常规情况下来讲 可以再锤一枪 因为这张A是对自己范围有利的啊 结果是翻后和转牌加起来 就只锤了4000刀 让Jack觉得他的牌力是并不强的啊 所以说合牌出五以后 在前位也是敢主动要价值了 好 好 圈圈选择了气牌 亮出了一张圈 告诉对手自己的手牌范围 应该就是A圈和圈圈的组合了 Jack这手牌打得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说运气也确实好 也占一方面 但是合牌能够判断的很清晰 打出一枪 假之下注啊 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对一个牌手一手牌的评价 不能全看结果啊 要看过程 就像这手牌 如果Jack合牌过牌 和主动下注38000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能打出来啊 显然是一个加分的表现 专位拳手拿到了64红心 开始加注到800刀 3Coin的K圈方片选择了靠 圈七草花 赔率合适 也是选择了跟注 到将功们的A圈同花 可以去300挤压一下跟注拳手 300到6200刀 这个加注尺度 只有3Coin有能力跟注啊 其他选手都是牌力不够 但是3Coin一旦跟注 马瑞奥的赔率又变得合适起来 看会不会打一个三人才是啊 好 并没有 那两位选手打单挑 才是来到了14200刀 两位选手的胜率是31对69 翻牌K510 两张红心 K圈方片拿到了一个顶对好踢脚 抽后门的花哈顺 没必要dunk啊 翻前面对加注跟注 面对300依然跟注 这个牌力是很封顶的 几乎就是一个手队和结构连章啊 没有什么AAKK AK的范围 这里dunk出来 主动下注15000 将过我们的A圈红心 花顺双抽 抽坚果花 卡钩的听顺 同时还有一个后门的皇家 童花顺啊 坚果范围优势十足 选择了跟注 转牌一张A 将过我们实现了反超 拿到了顶对 随Koin这手牌在翻后啊 和Jungle们的胜率是五开 但这手牌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一方面没有位置优势 一方面啊 是没有顶端牌力的范围优势 也就是说 两位选手同胜率的情况下 随Koin是不具备打大才是能力的 而Jungle们是具备打大才是能力的 那也给了他更多bluff的机会 现在转牌又是出了一个顶对啊 Jungle们的胜率只有8%了 无奈的选择了过牌 我们来看Jungle们 合牌给一张红心钩啊 就有趣了 两位选手同时沉顺的情况下 Jungle们还拿到了一个铜花 这个就变得异常惨烈了 我们先来看这条街 Jungle们主动下注 他是目前场上水下的选手啊 急需要回一些水 主动下注13000 我们来看3Koin 30% pot here fromJungle们 所以Jungle们现在和打名牌差不多了 对手至少有一张A了 翻前3Bite 然后翻后被Dunk还跟住 转牌直接锤啊 这个牌力 很难是纯空气啊 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勾圈红心 就是一个花顺双抽 勾圈的话现在也成顺了 所以说这个K圈不赢什么了 但还是选择了 靠这个跟住 我觉得就是觉得下注尺度并不大啊 还是给一枪支付 我们来看盒牌 盒牌出非红心的勾 两位选手能够实现平分 盒牌一张红心7 Jungle们拿到了坚果花 是场上的绝对坚果 盘面没有攻队 就不出葫芦和四条 没有铜花顺上的组合 但这张红心7啊 给了3Coin一个bluff的机会 这手牌有趣的点就在于这啊 他在前位倒是能够主动打出来了 真的要来了 我们来看下注尺度 他认为江国门是一个成熟派啊 很有可能是HL AK这样的两队组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和牌打一个四到五万刀 把这个顶队和两队去打掉啊 也未尝不可 倒是给了他诈呼的机会啊 他只要敢下注 江国门肯定是一个加注啊 这里我们来讲一个规则就是 如果你在后卫拿到了绝对坚果 面对下注只是选择跟注 那两位牌手有火牌嫌疑 因为你是绝对坚果 没有不加注的理由啊 对手最差也不过是选择弃牌 所以说3Coin只要打出一个常规注嘛 我觉得江国门很有可能会直接推他的 这个樱桃一样颜色的筹码 一个是五千刀 这里应该是拿了三到四个啊 三到四个纯白捐 纯白捐 好下注两万五千刀 这个纯白捐 这个我觉得下注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七万刀的才吃 你下注两万五 如果对手是一个两队的话 他很有可能也会开你的 这个下注有点 既想打掉你又不舍得付出筹码的意思啊 我们来看江国门 两万五跟注 踩势将来到十二万两千刀 十二万零两百刀 再去加注的话 基本上就是五六万刀啊 也可以直接推掉吧 加注个五六万 后手留个一两万 反而是更奇怪的一个打法 我们来看江国门 六千刀吧 六千刀来这里 这就是 going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 pots of the night so far 讲过我们这里 好 最终还是喊出了 那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台词 I'm all in 他这个就是控一下节奏 All in肯定已经是早早的就想好了 现在扮演一个 哎呀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扮演的 我觉得3 coin肯定是接不住了 即使Jungleman在拿着坚果阻断做bluff 就是拿了一张红线A 然后利用这个坚果花再做bluff 那K圈也是没有抓机能力了 对吧 那抓机没机大 完全没有意义了 这个派还要考虑跟住吗 咱们退一步说 将给我们拿了一张红线A 这里在表演自己是坚果花 你能抓机吗 抓不了的 你不能指望对手拿纯空气再偷你 这个就自己给自己讲故事了 好 想一下选择了弃牌 将给我们成功收持 回了很多水 3 coin这首牌表演一下可以啊 这个盒牌我相信他面对Olea也是 想好了要弃牌的 这个牌没有任何抓机的机会啊 听众的牌都不一定大 就不要去听 抓机啊 很有可能没机大 就尽量不要去抓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VPIP最高的是Jack的70% 第二是布兰迪的58% 最紧的是Sashimi的28% 加州情况Jack是58% 盈利情况 3 coin是最多的32,600刀 将共门排名第二 30,600刀 布兰迪排名第三 7,500刀 输最多的是日本美女牌手Sashimi 49,100刀 那这个系列就结束了 咱们下一个系列 再见